大家好,我是艾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3流银软莓首日卡石流水创奇迹 仓谋因19小时 崩坏星穹铁道 流银首日流水太意外 仅超15小时 节奏再起 剧情态短被吐槽 崩坏星穹铁道 1140星穹 流银首日流水新10D 新队友为上女 2.4版将登场 2.3上半 卡石流银和软莓的首日流水 终于出炉了 不负所望 作为星铁的人气女角色 流银的卡石流水 一直被玩家多寄予厚望 最终首日流水不负众望 给各位抽流银的玩家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过不少玩家表示 都是大保底吃满才出 但为了流银 一切都值得 从卡石抽取情况 就能看出 玩家对本次卡石的喜爱 截至目前早上7点为止 流银出了有71千多只 毕竟很多玩家都是为了给流银补充命座 一命 二命 六命 才是核心命座 不少开拓者都拿到了2加1流银 然后就是首次复刻的软莓 作为流银击破队友之一 没有软莓的玩家 就比较难受了 并没有之前复刻角色那么暴冷 目前一共出了1.6万个 估计过段时间玩家同好星穷后会再次发力 在抽取光追方面 流银的专武流光电影出了2.1万多个 软眉的光追数回忆项一共出了5800多个 只能说本次卡石抽取光追数还是非常不错的 四星角色出货最多的就是雪衣 然后加拉赫和米莎 不过没想到 本次加拉赫是四星中出的不是最少的 正好和流银一起组队 除非后续出五星击破奶 否则加拉赫可以一直用 截止早上7点 软莓和流银卡石操某音时长未19小时 没想到的 就是姐姐操了霸榜多日的DNF手游 但没等到DNF手游版本开服又跌落了 这也是很多开拓者没想到的 本次卡石操某音时长不少玩家预测60小时左右 希望能带来更多奇迹 不知各位开拓者流银是小保底出的多还是大保底出的多 希望各位开拓者游戏愉快 流银软莓的首日流水统计已经出来了 虽然想过流银的吸睛能力会很强 但没想到能够这么强 流银软莓卡石竟然在第一波流水的时候超越了DNF手游 直接登顶 终结了连续霸榜29天的成绩 不过可惜的是 正好赶上第二天DNF手游要上线新版本 风铁在次日6点跌落至第二名 最终超越DNF手游15个小时 好消息是 流银软莓依旧处于超某音状态 在人气四大驱中 除美浮外 其他三个都登顶了 由此可见 流银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要不然外浮的充值系统就不会崩溃 就连国内的小程序都被挤爆了 在抽卡祈愿统计中 流银的抽取比例非常高 其中 歪得最多的五星为布洛尼亚 其次白鹿 然后则是克拉拉 四星卡池歪得最多的为雪衣 其次加拉赫和米莎 看来作为玩家比较重视的四星 这一次的抽取概率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相信各位基本上都已经拿到二命了吧 如若没有 别担心 这只小鸟对对碰活动还会赠送哦 流银上线后 大部分玩家们的评价都很好 但正因为太火了 也有不好的声音出现 由于新深渊环境台积破队的关系 很多不抽流银的玩家闹麻了 再加上去情短 部分开拓者表示很不乐意 觉得官方敷衍 反正能够找茶的地方都找了 但大部分玩家都是很理智的 有时间不如好好研究下末日幻影怎么打 最后 后悔没有选择男主 不过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的花火这么喜欢吃瓜 多亏他的帮忙 流银实现了第三次死亡 皮莫康尼这部分的剧情的确结束了 但官方留下的伏笔也有很多 米莎真的消失了吗 加拉赫去哪里了 星期日最后的选择又会成 作为玩家期待已久的角色 流银终于上线了 通过评论区玩家的战绩来看 基本上都把新穷投给了流银 欧皇很多 保底人更多 不管怎么说 总算和流银见面了 通过数据表格来看 流银的首日流水 竟然没有波提欧和浮悬膏 成为近期新史低的卡池 反过来想 流银流水统计在第一波的时候 就超越了霸榜29天的DNF手游 这实力肯定是非常强的 所以总结下来 西脉数据的首日流水统计 的确是有问题 这么来看的话 以后的首日流水 只能根据排行榜单推测 预计流银次日流水 会超越顶峰值180万 有关流水的走势 还得看第三日流水情况 流银能够拿到如此好的成绩 离不开官方的铺垫和宣传 除了角色的设定外 流银在各个方面的宣发也很到位 1.1版本有龙丹 2.3版本有流银 那么下一个3 X主推角色会是谁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1140星穷马上更新 如果玩家星穷不够用怎么办 别担心 2.3版本第一个活动将会在21日开启 根据官方提供的资料来看 玩家可以通过限时活动 获得1000星穷的奖励 另外还有140星穷的常驻奖励 流银对鸡破奶将上线 目前来看 流银的配对方案最优解为 加拉赫加同鞋组加软眉 加拉赫抽到二命即可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鸡破奶 是配流银队伍 至于是否百分百绑定 不太好说 虽然需要等到2.5版本才能上线 但灵莎会在2.4版本就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